好 就是一樣按這個A 然後按它 它現在就在錄音了 它就有節拍器了 它好深喔 炫技 我們試試看喔 來 走 Hey 洛可 OK 所以我們等一下按出來就會是Hey 洛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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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會做噩夢 Hey 洛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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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吵喔 這是小小鈴 好像很多 對 今天的最後呢 有大家期待的抽獎時間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後 並且要開啟CC字幕喔 好的 走走開箱 今天我們重金禮聘到 我們一位女明星來跟我們一起介紹這一台Corda的超濃縮萬能樂器 Corda為什麼它叫做超濃縮萬能樂器 原因就是因為它會把各種不同的樂器濃縮在這一台小小的機器裡面 那今天呢它這個所有按鍵啦 它其實都可以發出不同的音道 然後就不同音樂的聲音 那我們現在就來實際的演練給大家看看 我們先來就是很直覺的演奏看看 我們先把它開機齁 開機按鈕在這裡 然後這邊是調整音量的鍵 然後這邊呢它就是12個就是按鍵 其實它的寬度呢 模仿的是鋼琴的就是那個琴鍵的寬度 所以如果你平常是有個彈鋼琴的朋友呢 其實你就會覺得 喔這個寬度對你而言是非常的熟悉的 然後這邊呢這個第13個鍵 它是類似刷弦的效果 那我們現在就來實際的 你可以幫我們簡單的做一個 來玩一下 好 欸 很厲害耶 我覺得很厲害耶 它的回饋反應其實我覺得蠻好的 回饋反應說它會稍微的就是 有一個觸覺上的那個震動這樣子 那除了鼓以外呢 還沒有什麼就是比較常見的樂器 我們可以來試試看它是不是都可以展示出來 好 我們來聽看看Bass 好 蠻像的 它其實跟我們平常在聽那個樂團的Bass 其實聲音是幾乎是一模一樣 除了不同的就是樂器不同的音調以外呢 大家有沒有想到 其實我們在彈就是比如說鋼琴啊或是吉他 我們不同的手勢不同的力度 其實它都會創造出非常不同的音色 所以說呢 Corda呢也把這個演奏樂器的特點呢 帶到他們的彈蜜之中 那我們現在就來實際的演示給大家看看 我們先來個點按 喔 它現在就是一個漂亮的圓形 對 那如果我輕一點呢 它的圓形是比較小嗎 比較小 好像比較小 那我再大一點 喔 比較用力它就開始比較大 所以說你會模仿你可能平常在彈樂器 它就會有這樣子的力度上 然後有音量上的一些差別 好 那我們左右滑的話 示範一次喔 喔 它就有 有點像是那個吉他 就是按著那個弦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它蠻直覺的 就是按的我們會 按的音色會是比較暗的 暗淡的話 對 然後變亮 它就會變亮 啊 了解 果然是音樂人才會注意到的小細節 然後再來我們請習看看好不好 喔 它會變化欸 對 螢幕上面的那個圈圈會比較明顯 它這裡有一個11的編號 上面寫個Rack 就是它可以Record 啊 了解了解 然後我們試試看 好 就是一樣按這個A 然後按它 然後按它 它現在就在錄音了 它就有節拍器了 蛤 它好深啊 炫技 好 那我現在可以再加鼓的聲音嗎 可以 哈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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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流水 流水 流水聲 好 那我們剛剛都是按單鍵單鍵 但我們實際在演奏樂器 可能會同時按很多鍵嘛 甚至我們彈吉他也會刷弦啊 那你可以展示這個功能給我們看看 好 那我們首先就是用了一個 裡面的其中一個音色 好 它是一個合成器的音色 那我可以一次按三個鍵 然後螢幕上也會出現三個圈圈 哦 按四個可以嗎 可以啊 可以啊 你有多少根指頭全按的 就可以 哦 了解了解 對 只是合不合起來而已 嗯嗯嗯嗯 然後這邊有一個這個bar都沒有用到的那種用詞 哦 哦 就會有一個漸變連續的音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常常在就是創作音樂的時候 可能也會去錄製一些生活中 可能自己製造出來的一些聲音效果 嗯 那我們可不可以試試看它可不可以也做到一樣的事情 好啊 我們來試看看吧 這裡螢幕上有個東西叫Sample 哦 OK Sample這裡有個麥克風對不對 嗯 我們試試看哦 來 走 嘿 洛可 好 OK 所以我們等一下按出來就會是嘿洛可 嘿洛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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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會做噩夢 嘿洛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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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吵喔 這就是小小鼻 對 好 我們實際的體驗它的一些 就是很酷的音效功能 所以說今天這台chorda呢 它號稱是超濃縮的萬能樂器 其實呢真的是不虛此名 因為它可以呢 讓你一個人在家裡沒有什麼音樂背景 那你就可以去創作出各種不同的音樂組合 好的 那如果呢電視機前面的朋友呢 那就是看了覺得很心動的話呢 你想要了解更多資訊 你可以點擊下方的youtube shopping的圖片連結 那你要記得關閉廣告阻檔器 才可以看到最新的優惠資訊喔 那也到了節目最後 大家最期待的抽獎時間 抽獎的辦法非常簡單 第一步請先訂閱折折開箱 第二步按讚本支影片 第三步請在下方留言 hashtag折折開箱 告訴我們你最喜歡Cordat的哪一個特點 我們就會抽出一位幸運觀眾 獲得一台Cordat 那我們今天整個開箱的節目就到這邊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